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香港市民 今天上午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六屆政府主要官員的任命 我衷心感謝中央人民政府 接受和批准 我按基本法提名的26位主要官員 予以任命 我並且感謝中央人民政府 对我和我的团队的信任和支持 獲得任命的26位主要官員 將組成第六屆政府的管治團隊 他們包括21位政治問責司局長 和5位非政治問責的官員 有六位是新加入政府的人員 他們是佔了我的團隊約三成 他們是資深大律師 林定國 律師 張國均 柔應華先生 盧寵責教授 孫東教授 和墨美娟女士 他們分別在他們的領域 有豐富的專業知識 經驗和地位 又或者有相關的聯繫網絡 有認受性和執行能力 恩班子的26人 女性的有六位 佔我們的團隊約我四分之一 是歷屆政府裏面最高的 有七位 是從政府以外加入來的人才 當中有四位是立法會議員 他們將需要辭去立法會的職務 我的團隊涵蓋多元背景 包括有政治問責經驗的現屆政府官員 有豐富公共行政履歷的公務員 外界的專業人才 和擁有相關界別網絡 地區網絡的人士 這個班子是一支多元 團結忠誠 和執行力強的團隊 和我有共同的施政理念 重視團隊精神 以結果為目標解決問題 我們會以誠懇的態度 聆聽 溝通 和接觸市民 積極有為 以贏得市民的信任 為市民所想 解市民所困 提升施政效能 和市民和各界攜手共進 帶領香港共創更美好的明天 未來五年 是香港由志及興的關鍵時刻 我和我的團隊 會齊心協力 迎難而上 帶領香港 全面發揮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 和為香港開神騙 反正的概念 市民進行